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狩猎魔女为乐的白骑士和黑骑士 白骑士 编号RX80WR 黑骑士 编号RX80BR 登场于游戏代号妖精 驾驶员为獠牙β 獠牙伽玛 真实身份未知 隶属于联邦黑色野狗队 不同于另一只传奇小队白色猎劝 野狗虽然拥有战斗力 却猎机斑斑 名字有狗 但品行简直不如狗 其中的β和γ 就驾驶从奥古斯塔研究所 寄来的黑骑士白骑士 执行狩猎魔女的任务 因为都是以RX80为素体制造而成 所以在全身各部位都有着共同之处 作为试作机型 白骑士主要用来测试 哈迪斯的最初型武器管制 辅助用特殊系统宙斯 虽然是高大链 但天线的设计却非常独特 相比通常的V字或者双V字天线 它的天线数量暴增到8根 如王冠或者路由器环绕在头顶 而且由于特殊系统还没有成功小型化 也令白骑士的头部要比通常机体更加飞大 左腕装备有榴弹发射器 背包设置有机械臂 来挂载平衡翼以及复合兵装 试作型射金纳 该武器同时搭载有Mega粒子炮与格林机枪 使用时上下两块散热板就会展开 就如一把白色大弓向敌人射击 极具大威力 就算只是被射金纳的炮击擦铬都会令机体破坏 但这种高出力也令白骑士无法再使用其他光束兵器 这个问题在日后的完成品射金纳上得到调整修正 虽然没有光束军刀 但在腰间装备了热能磁剑作为格斗战武器 不过根据驾驶员的描述 虽然白骑士很好用 但原本应该是该机最大卖点的精密射击 却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而另一台黑骑士的卖点则得到充分发挥 由于苍白骑士的主要数据已经在师座二号机 红骑士的身上几本收集完毕 因此黑骑士就主要用来测试各种特殊装备 头部有威亚头盔一样的结构 而且和白骑士不同 它测试的是简易版哈迪斯的试作系统特迷斯 启动后机体各处也会变为红色 这个系统在测试完毕后 也搭载到量产苍白骑士系列 苍白骑士铁骑兵身上 背后两个巨大的圆盘 是该机的师座战术单元 天平用来进行电子战 不过必要时似乎也可以作为打击兵器使用 胸部散让口进行了小型化处理 而搭载的试作型光学迷彩 为它带来强大的影音能力 为了灵活使用这个特性 该机没有搭载任何光束兵器 左腕设置有一只致晕毛 腰间各佩戴一把热能匕首 配合衍生能力接近目标将其刺杀 不过火力是它的短板 因此除了短兵相接之外 还是配备了一只电磁加弄炮 用来增强战斗力 虽然它们只是试作机 但拥有的强大性能和骑特装备 已经能在0079的战场上 发挥不俗的战斗力 而它们在收集完数据之后 就交给了黑色野狗队使用 虽然和红骑士一样 最终都踏上了战场 但它们可就没红骑士的主权命了 在实战中 急用的喧闹妖精队 为了回收空降的物资 前往联邦势力范围的 北美奥古斯塔地带 但在货物周遭 意外遇到了黑白骑士 为了拿到空头不计 它们冒险与两骑士开战 但因为双方机体差距过大 妖精队不出意外陷入口战 好在这东西不是骑士的作战人物 并且它们也达到运作极限 黑白骑士非常干净利落地选择撤退 再次交手就已经是一年战争末期 宣导妖精为了向卡纳维尔角基地转移 要将追击来的黑色野狗队全部击退 其中就有黑白两骑士 此时的妖精 不论是装备还是战斗经验 都已经金飞溪碧 拥有提泰尼亚 大魔地精灵 伊弗利特猎装型的它们 就算面对疯狗也不会落入下风 就在提泰尼亚 即将破坏野狗队队长的吉姆斯巴达时 黑骑士突然出现将它压制 提泰尼亚也被这个突袭打了个措手不及 它的处境变得非常危险 但就在这时迷惑行为出现 或许是疯狗的思维 难以用常人的思路理解 野狗队长突然让布下自爆 甚至还自己去触发黑骑士的自爆装置 原因也非常愉悦 之后是为了让场面更加有趣 诶 就是玩 但伽玛是再也受不了这个智障上次 用背后的天平 一盘子砸在他身上 扭打在一起 为了报复他 伽玛让即将自爆的黑骑士 重向斯巴达 与他一起坠下山岸后爆炸 而关于两骑士的故事 也就在此时结束 这场与妖精的较量 以骑士的完全败美高中 不过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就是白骑士虽然有参加这场战斗 但直到最后 也没有具体交代他的下场 或许和黑骑士一样完全损坏 又或许和后背一样 缝缝补补补之后 再次出现在别的战场 我是夏二兵子 如果有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